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里呢就是有一个有求必应的 那今天教你们如何去接材生 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说你要先把这所有的宝放好 那怎么放好呢 那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拿这个包子打开 把它打开 好吗 把它打开成一个像一个碟这样子 你怎么放也无所谓 好吗 用你的方法去放 用你的方法去打开它 当你把所有的东西打开了后 你就会看到它是这样子的 那你放了这个之后 第一个步骤我们就要拿金银 那金银呢你可以选择一张一张放 你可以选择一张一张放 都可以 如果你会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用你的手旋转 把你的金子放上去 第一个 第二个 好 再来 第三个 拿着第四个 是这个款 因为这样的方式都会比较快 如果你是一张一张的话会比较快 好 这一点已经好了 好吗 那我们再拿大金 那大金如果你要这样旋转的话 是可以的 OK 是看你能不能够做到 那你的手旋转 只要你的手旋转就可以 开得到 只要你的手旋转 OK 这张金子就已经打开了 你可以把这个 大金呢 放在最下面 因为这样比较好 好吧 最大的金放在下面 那你手上还有其他的东西 还有就是在这个有求必应的红包里面呢 就装满了 贵人符 还有招财符 还有这个大富大贵族 那我们就把这个 这一份呢 造财宝呢 放上去 你可以选择打开 也可以选择不打开 就把所有东西放上去 那这一张呢 那这一张呢 是化解符 这个我们管工话叫巴改 那就把它放上去 这个可以打开 那这张纸不要 再来这里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金洗金 也是旋转 放上去 放上去 好吗 马绳 是打直放的 不要打弯 不要打痕 打直 那这张纸 贵人符 打开 东南西北招财神 选择把它打开 选择把它打开 一张一张牌也可以 放上去 保通库材 这样把它打开 力是向着外面的 放下去 你把你手上的所有东西打开 你把你手上的所有东西打开 就对了 那再把这一张呢 那再把这一张呢 和家平安赚大钱这一张 打开 这份贵人符放上去 还有这个 也是一样 还有化解金 所有东西把它打开 打开 你手上所有的东西都要打开 你手上所有的东西都要打开 打开打散它 那我留了还有一张贵人符 把所有东西打开就对了 那还有最重要的这一步就是 这一个 我们叫做化解 化解 化解纸 那这个化解纸呢 能够把你的名字填上去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会有年月日时 就把你的名字 和你的年月日份放上去 那另外一边呢 这个方向呢 在你的右手边呢 这一个呢 就是写上 那一天 就是说 借财神的日期 年份月份 把它填上去 打开它 打开它 放上去 OK 所有东西已经好了 最后一个步骤 那就是这个大富大贵 那这个大富大贵呢 也是一样打开它 把它放上去 那有些人会认为 师傅这张大富大贵那么美 我可以不要画吗 其实可以的 你可以不要画的 那这个呢 应该拿去哪里呢 可以放在你的柜桶上 把它折起来 放在你的钱的柜桶上 就是你做生意的柜桶上也好啊 或者是说 在你放钱的地方也好 也可以 把它放在你的柜桶里面 留着一年 一年后呢 把它烧掉 化掉 化掉它 好吧 那这个呢 就不需要化掉它也可以 你要选择化也可以 OK 那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还有一张 这张财符放上去 OK 还有这个 金子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 财神的一 放上去 所有东西已经放上去了 记得这一个 隆隆一扇的财� 不要放上去化 OK 那这个呢 能够放在你的钱包 然后放在生钱的地方也可以 那最好是放在你的钱包里面 让你的财运呢 越更好 那这个财符呢 也是一样 放这一年 收这一年 那一年后呢 当天就可以化掉它 一年后 就是明年 2020年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个财� 化掉它 那这个财符 你可以选择在明年 借财神的时候用到 都可以的 就是说 明年借财神的时候呢 把它化掉它都可以的 那这个你借了财神之后 把你的这个符 放在你的钱包里 放在你的荷包里 放在你的荷包里 或放在你做生意的 钱包里都可以 好吧 记得这一个 红红衣扇的红包 不要化 不要化掉它 因为这个里面呢 有红包的 好吧 好的 那这个步骤就是 很简单 那最后一张这个呢 这个是不化的 这个呢 就是把财神 请进你的家的时候 把它黏在你的家的左右边 OK 那现在我要跟大家讲 简单一点 我不需要大家呢 去找什么方向 东南西北 不要烦 只要你的人 站出去你的家门口 OK 就像我师父现在 我站着 我的人 向着我的大门口 当然一定要在你的家的大门口 不要站在你的家里面 你的家的大门口 比如说你是住在HTV的 你是住在flat row的 OK 你是住在condo的 你就站出去你的门外面就可以了 那站出去你的门外面之后呢 你就双手拿起你的宝 财神宝 好吗 这个是你的财神宝 双手拿着 好吗 那你就当天 OK 对着大门当天 你就讲 姓女叫什么名字 姓男叫什么名字 今天接财神到我家来 门牌几号 记得一定要讲你的名字 那如果你要讲你的生日期都可以 那你就祈求财神爷到我家做客 希望我财运很好 财运轰通 或者是生意兴隆 身体健康 住入平安 那就把这个宝 请财神爷入你的家 OK 那你就一路走进你的家 那入到你的家里面的时候 如果比如说你的神台上是有神的话 那就拜三拜 拜三拜 拜三拜了之后把这个宝一起带进去里面 那带了进去里面之后 很多人会问 师傅还有这张呢 如果你的手上可以再拿着这个财神纸的话 把它放上去 好吗 如果可以的话 把它放上去 如果有人帮你拿着也可以 比如说这份宝是你老公拿的 那你就拿着这个财神纸 OK 不需要这样子拿的 你怎么样拿都可以 好吗 你这样子拿 就是分工合作 老公也可以拿 老婆也可以拿 那老公就拿着这份财神宝 那老婆就拿这个财神纸进入你的家 OK 那这个财神宝和财神纸进入你的家了之后 拜三拜了之后 当天你在外面就可以画了它 画了它之后 那这一个财神纸怎么办呢 这个财神纸 当你迎接了财神进你的家的时候 就把财神纸贴在你的家的左边还是右边 好吗 那为什么一定要贴在左边和右边呢 因为我们要财神拿财来给我们 那如果像去外面的话 就是把自己的钱给外人 那如果像里面的话呢 就把财神纸像里面的话呢 就是说外人会向你接钱 所以记得 这个最重要的步骤就是 你一定要把财神纸呢 放在左边或者是右边 那贴住一年 好贴住一年 明年的话呢 再把它画掉 那记得了 千万不要忘记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四个字对吗 那在财神纸这里呢 就会有四个字 你必须要把它挂掉 你挂了之后这里就有四个号码 那祝大家好运 OK 那你就把这个财神纸呢 放在左边或者是右边 好吗 那这个是借财神的第一个步骤 好了 谢谢大家